规避一下那个字呢 其实就是补 那这个补呢 就更多了 这个各个分支 门派 怎么样 最简单的就是六腰 实际上 就是最简单的 你用熟了 一样是最高深的 因为它 64卦 它就是基本也是 最终易经的轴心所在 那 除了这个六腰 就是 高深一些的 就是所谓梅花 实际上梅花学入门更简单 它就不脱离这个香 六腰也讲香 但梅花更注意 梅花呢又可以通过数字 那又可以通过 外应 什么什么都可以加进来 那可以讲 现在叫翘梅花 以前叫外应 这个就很神奇 你算的厉害就跟神仙的门灵一样 就听到什么声音 看到 你求问的那一刻 时间 眼前出现什么 都可以作为这个 一个 外动的这么一个元素 这么一个太极点 甚至是 以他为主 那除了这些 所谓基础 易学入门的这些之外 更高深一些的就是 吉门 六人 还有太极 还有太极 那这个三世 据说是九天玄女传给皇帝的 等等 不管他是怎么来的 那这每一门呢 又分为很多拍戏 那比如说奇门 从大类上分 有预测 有法术起来 不是指的那个法术 但是 也可以用在那上面 甚至幻术 当初诸葛亮 黄世宫 还有那个 石头镇 石头镇等等 还有六人 就是小六人 中六人 大六人 中六人 中类也很多 小六人 也 甚至被日本学过去之后 他用这一套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 有些细节不一样 推出来的事不一样 就是加这些神上 名字不同之后 他 对应的 以字 寓意 他就有 稍微细节的差别 同样准 好用 那太极呢 就是这个 果韵 更注重 天道 这个应该是最高 那第一 七门就是地 流人就是人 怎么来人不用问呢 等等 不同的说法 有的时候这个厉害 有的时候那个 哪一面许好了都行 这些就是比较 传统 还有比如说 灵七经啊 古法传下来的 没传下来就更多了 以及现代人改变了很多 单独用这个六十四卦文王卦来看 那也可以用毅力来断 那就是曾世强老师推崇的 也希望人人都会缩 曾经历史上 也有 首先百姓们都信 七月流火 九月受益 都会看天文 都会穿 现在人 离这些 到本真的东西 越来越远 我们解数了这个三一形象 然后 它们之间 当然不是单独分立的 每一个人之间都有相互的联系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测词来说 你看他的笔画多少 看他的像 多少 一个面子 那它代表什么呢 就是现在简体字的意义 同样准 不一定非要看繁体 因为时代在变 我们这个契机场在变 十 十点四十二 十点四十一的时候 门铃响 一进门 十点四十二 你就曾经过 本身的例子 有